欢迎影视制作人,知名编剧余正发文,汇报自己最近的减肥成果,还回应网友对他拍戏用明星多的质疑,他声明自己一直都在为娱乐圈输送新鲜血液,很少用当红明星,之所以给大家造成用明星多的错觉大概是因为他捧的人都红了。 从欢迎影视出来的知名艺人和作品有杨幂的《公所心域》、《圆珊珊的公所珠连》、《吴锦岩的延续攻略》、《白露的招摇》和赵露丝的《凤求黄》而根据网友的评比,杨幂和赵丽颖凭借作品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内语女明星的双神,咖位最高,无人能及。 不得不承认,俞正的眼光不错,是一位看人很准的伯乐,一、杨幂。 虽然是童星出身,北影表演戏科班毕业,而且也凭借出演《神雕侠侣》和《王昭君》展露头角并成为80后新生代娱乐大明星中的四小花旦,但杨幂真正迎来爆红还是在穿越剧《公所心域》中饰演《洛情川》和《花影》这两个角色。 从此,杨幂的演艺事业风生水起,不仅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还主演了《北京爱情故事》《小时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高人气电视剧和电影,其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仅让杨幂获得了更高的人气,还带领旗下艺人迪丽热巴名声大震。 杨幂在2011年拍摄电视剧《如意》的时候与刘凯威依系生情,二人2014年结婚并在童年有了女儿小糯米,2018年宣布离婚。 不过即使是经历过生育和离婚风波,杨幂的状态都丝毫不受影响,事业依旧风生水起,而且已经37岁的她还有少女一般的灵动。 只是多了几分干练与优雅。 2.袁珊珊。 袁珊珊也是北影科班出身,2010年出道。 2012年在古装剧《公所珠连》饰演连儿人气大增,之后又主演了《笑傲江湖》《公所连城》等影视剧。 知名度越来越高,然而口碑却一点点下降。 一是颜值和角色不匹配。 袁珊珊饰演的角色很多都是大美女人设,但她的颜值又达不到这个境界。 二是初到初期演技浮夸。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情伤太低,说话不过脑,经常得罪人。 因为自己的迷惑行为一度无息可拍。 袁珊珊曾经在综艺青春同学会上吐槽张小斐睡觉打呼噜,还在张小斐的微博底下阴阳怪气。 几年以后张小斐凭借电影《你好李幻英》火了以后,袁珊珊却突然发文道歉,让人觉得她是在蹭热度在看人下菜碟。 在《一档文物保护》节目中,袁珊珊拿文物的时候很随意,被人提醒还蛮不在乎的来了一句没事她可以再修复。 袁珊珊这么多年好像一直都在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但从来都是不知悔改重蹈覆辙。 三,赵丽颖。 赵丽颖非科班出身,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演艺圈。 虽然主演过冯小刚指导的电影《贵族片》,在古装剧《新环珠格格》里也有她的身影。 但在2013年凭借在古装剧《陆珍传奇》中饰演女主陆珍才名其大长,并因此被评为精英女神。 2014年,赵丽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之后主演的电视剧《珊珊来了》、《花千古楚桥传》、《知否知否》、《英氏绿肥红兽》等都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赵丽颖在拍摄电影《女儿国》的时候认识了冯少峰。 二人迅速坠入爱河并在2018年结婚还有了一个儿子。 然而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三年。 和杨幂一样,经历生子离婚以后的赵丽颖演艺事业还是顺风顺水。 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风吹半下》人气位居前列。 已经36岁的她也还是元气满满,美丽动人。 4.吴锦言 吴锦言也是北影科班出身。 出道头几年参演过电视剧《风火家人》、《少年神探敌人节》、《多情江山》。 2018年凭借在宫斗剧《严席攻略》里饰演魏英诺而大大提升知名度。 然而吴锦言并没能积身顶流。 一是演技尴尬,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只会瞪眼张嘴。 在《严席攻略》中从宫女晋升到嫔妃前后人物都没有变化。 二是耍大牌。 吴锦言凭借《严席攻略》获得了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组的邀请。 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节目组的歌子。 要是节目组忍无可忍曝光了吴锦言的行为并痛斥她学艺先学德。 三天以后吴锦言和团队才慢吞吞地向节目组公开道歉。 吴锦言被很多观众抵制口碑不在。 如今胡道只能通过参加浪姐综艺翻身也纯属是她个人和团队素质都不给力的必然结果。 5.白鹿 白鹿非科班出身。 起初只是做模特有时参与微电影和音乐MV的拍摄。 在2016年签约欢迎影视。 白鹿陆续主演了《凤求黄》、《西游记女儿国》、《招摇》等电视剧。 名气逐渐积累起来。 之后更是凭借与任佳伦合作主演系列剧《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圈了一大波粉丝。 成为了当红的90后小花。 白鹿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演技也很精湛。 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月静明》中, 白鹿把女主黎苏苏复杂的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白鹿为人随和又活泼开朗。 跟她合作过的演员都很喜欢她。 接触过她的粉丝也对她印象很好。 6.赵露斯 赵露斯2017年参演古装剧《凤求黄》而进入演艺圈。 之后细约不断,陆续主演了《传闻中的陈千千》、《长歌行》等电视剧。 去年凭借与吴吴磊主演系列剧《星汉灿烂》和《月升沧海》捕获一批粉丝, 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有关赵露斯的演技一直争议不断, 因为赵露斯基本一直都在演古装剧、爱情剧。 角色人设基本上以甜美为主, 所以到演胡同这类年代剧的时候就显得有点陋怯。 不过好在赵露斯还很年轻, 还有充足的时间和潜力去提升演技。 虽然于正和他的公司因为自己的很多言论和行为饱受争议, 但无论如何确实有很多当红明星曾经被他捧过。 也有些过气明星因为拍了他的戏而事业回春, 剩下不少人即使没有爆红但知名度也不低。 于正独到的选人眼光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是毋庸置疑, 他对选角的要求很高,必须要非常贴合角色。 否则宁可不开机, 他也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挖掘有潜力的人才。 他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观察了600多个人, 终于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过关的, 并要求对方面对流言蜚语一定要内心强大。 演技和专注才是他长久发展的屏障, 希望于正和旗下艺人能一直不忘初心, 带领欢愉影视为观众推出更多的优质影视作品。 你喜欢于正捧红的这些女明星吗?